大路所在 一直天安 风雨风潮 深情不业 生理爱业 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 走过山水中梦一场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 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 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 终极璀璨一生谁收藏 那深爱心底的愿望 要多久多久才会登场 2月18号 周深参加我们的毕业歌《成都音乐会彩排》 现场演唱了《弱梦》和《璀璨冒险人》两首歌曲 两种风格不同的歌曲直击人心 响彻全场 现场稳如CD 太好听了 让人期待不已 周深在彩排结束之后 特意拉开幕布跟粉丝打招呼 她真的很冷心 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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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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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仔 你没有来太早了吧 提前一天啊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明天见 《彩菜冒险人》这首歌曲不但有着很高的热度 而且歌曲的主题与当下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契合 《璀璨冒险人》展述的是少年追逐梦想的故事 相信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一定会像歌词描述的那样 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奔赴下一城山海 顺带一提 自从歌曲发布之后 《璀璨冒险人》这首歌已经多次登上了舞台 每一次演唱歌曲的时候 周深都会做到又吻又炸 相信在毕业歌会上 周深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高质量的表演 有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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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疯了 不关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回首了 再见了 别不想回头啊 伤心中的梦啊 去追放 值得一提的是 在看完节目单之后 有些人会觉得惋惜 因为周深演唱的歌曲实在是太少了 说实话 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是很在意 要知道 参与完毕业歌会 处理好其他的工作之后 周深还要奔赴凤凰月节 在演出之前 他肯定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完善舞台的细节 以及调整自身的状态 要是大家觉得毕业歌会没有听爽 大家可以相约凤凰音乐节 要知道 在凤凰音乐节 周深可是有40分钟的演出时间 周深在魔度音乐节的演出视频 我已经回顾很多次了 对于叙事待发的凤凰音乐节 可以说是相当的期待 大家之所以喜欢周深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专业技能非常的强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总是在宣传正向的家庭 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三观还处于养成阶段 他们多接触周深真的有好处 周深经常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在谈到理想的时候 周深总是鼓励大家勇敢追梦 至于文明礼貌这块 就更不用多说了 周深别说是和娱乐圈的同行沟通 就算是和工作人员沟通 也非常的有礼貌 相信那些喜欢周深的朋友 一定会在潜移默化当中 学到这些东西 最爱是谁汝漾 走过山水一城或一城 那阴风大寒的暗浪 要多久多久才会雨下 往 assim的日升ką被感想 终其璀璨有双声收藏 那是白神底的眼光 要多久 越久 才会等着 沿途也是你 你捏装的是我 人从唤醒不回头的也许 就让一路去着每一道伤口吸进我的脆弱 原来原回去的泪才能沦没我脆弱 你发誓刚刚跟你幸运梦相拥 还想要继续吗 用你疯过这样 让这一餐住几历夜风 别怕未来的无聊 不负曾经的凝望 你放送理想 招摇的小子穿墙 那远族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忘记 有你在身旁 他们说要越过街路 风向离水地震套 他们说要绕过万一的灯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要藏有风筝 天空要换个路口 不过得风到谁的用头就不算有了 别人能够决定 谁的一生应该怎么过 别人能够定义 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别人为我做写动 只是难却相信的 每时光的英雄 每场的我 就此平凡的沉默 树沁 竹被淋着 Hmm 用多地唇尾球的 aldo Sharon 这边缺了 踩 Through the App alcohol 实际了我的脆弱 sanctions Carter 给你 小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